你们也跟着跑到这么远的地方 可以吗 我想问一下 就是您过去担任数字网络的执行董事 但是郑文蔡市长表示 这个就是红二代的公司 然后张玉鹏希望您说清楚 因为您担任执行董事 知不知道保力文化有解放军的背景 昨天还是前天 我忘掉了 我们记者会是哪一天 前天 对不起 我从讲 礼拜四 我们已经记者会上面 把这个公司的股权交代得非常清楚 倒是郑文蔡知不知道 他自己几年前 邀了数字王国的朋友 到市政府办的论台上面来给演讲 他邀人家的时候 他有没有认定说这是一个红二代呢 那另外他其实也有说到了 就是包含您过去担任了 志工党还有经济党的顾问 然后蓝世博说 这个就是门神 甚至还批评你是政坛的大面神 您怎么看 我觉得他们永远 利云永远是双标双标 他们应该先用同样的标准去检视 郑运鹏的做法 再来讲别人 那这一行是高宏安 他担任发明人的专利申请文件上面 国际野挂中国台湾 那您怎么看 他们先把自己的状况讲清楚 比较重要 不要一天到晚总是牵托别人 那他们也认为 其实台湾没有PCT的会员 所以因此呢 这个是国际打压的困境 那您怎么看这样的解释 你有本领你就不要去 你既然批评人家 你就不要去 那国民党也认为说 其实他们并不是 应该是说民党他们认为说 国民党的一中政策 还有一中原的这方面 都没有解释清楚 然后呢 亲中这个是本身的既定印象 国民党一直都是捍卫中华民国 保卫台湾 这个两点重点 一直抓得非常清楚 是他们一直把人家戴红帽子 那郑运鹏今天批评您说 躲在参选人的背后 没有公开的面对质疑 另外呢 是谢克阳他的看板 然后被拨下架 那您怎么看这件事情 他说我躲在参选人的背后 我听不懂这句话 我自己就是参选人 又什么都好 躲在别人背后 倒是谢克阳的看板 被人家下架 反而李博社攻击我的看板 一直挂在那边 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我们的市政府 双标到什么地步 那今天是总裁 蔡英文第五都来到桃园 帮他们站台 那您觉得这样有用吗 他又要到桃园来站台 我觉得他应该先 专心把国事做好 现在国事如麻 这么多事情都需要他去费心 他偏偏没有费心 再替一个桃园的这个 候选人站台 我觉得让人家看破手脚 那另外您在担任志工党 还有经济党的顾问的时候 您知道他们的背景吗 我担任顾问 纯粹是一个礼貌性 他们邀我当顾问 我就觉得说好的 这是一个双方 一个互相尊重的表示 就如此而已 昨天我们去会刊人行道 然后郑文灿 他有发脸书 就被网友打脸 说他其实有点 合不食肉鸣 运动文贵 真的是这个样子 他自我感觉良好 以为说桃园的路评 是全台湾名列前茅 结果没想到脸书贴出来以后 文贴出来以后 被网友打脸 说根本不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他活在一个平行时空里面 根本不知道桃园基层的实际状况 因为就是民调 现在其实有点跟郑云鹏 有一点拉近 会不会担心桃园的选情偏冷 然后没有火花 如果你讲的是最近中广的 那个盖勒普民调的话 原来我们是落后 现在我们是领先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叫拉近 这个就是我们慢慢的 慢慢的越来越 越改善 但是不管是改善还是怎样 领先还是不领先 我们都是一步一脚印 非常战战兢兢的 继续往前走 但在青年族群这一块 好像落差比较大 你讲慢一点 青年族群这一块落差好像比较大 那未来要怎么努力 我们政策已经陆陆续续都端出来了 相信我们青年朋友 对我们的这些政策会越来越有感觉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今天宠物证件有什么亮点 好像有自己有收养流浪狗 对 对我自己好几年以前收养了好几条流浪狗 我今天的宠物证件完全是从关心宠物 爱护宠物的出发点来制定我们的相关的证件 非常有原谅报导说 这一段是可能会去帮来营的议员站台 那会不会怕说会影响到基层 我们来营的环节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我一点都不担心